巴勒斯坦常駐聯合國代表曼蘇爾向安理會提交一項決議案 該議案設定以色列撤離巴勒斯坦領土的最後限期 但曼蘇爾星期三晚間說他不準備要求安理會馬上將這項決議案付出表決 以便15個安理會成員國進行更充分的討論 巴勒斯坦需要獲得15個安理會成員國中的9張贊成票 五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的任何一個國家都有權否決這項決議案 這五個國家是英國、法國、中國、俄羅斯和美國 美國曾經利用否決權阻止安理會對以色列採取行動 外界廣泛認為美國將會否決巴勒斯坦提出的決議案 到期間是一 Fred同志提交的 警告 代表決定的余計工 installed一陣子 任何一陣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